这小子打算躲到岩层里来规避我的精神移籍 即使如此 你在我面前也是无处遁心 你愁记了我 天真 这里是 精神面试的攻击手段 主要分成三种 可巧无声息 渗透入人心里 杀地于无声无息中 彼此特为了持续困住 需要不断将自己的念力 送入我的尸海 精神控制把两名精神面试的尸海 彼此连接 既然你可以抵达我的尸海 那这也意味着 我能渗透魔怪找到你的尸海 进而攻击你 进入的尸海的精神念力 竟然被撕裂了 虚无声 虚无声 竟然能够帮你一个人 虚无声 噢 还有 虚无声 上 虚无声 救我 这时候 夺下的三颗木崖鸡 上 我疯 什么 来不及了 好 身体突然融若千军 真是红的领域 你 管主 音乐的牢 好 并关主 此次我们四人一共得到五颗木崖鸡 集住三颗由罗锋所得 罗锋做得不错 走 走 去寻找其他木崖鸡 来 走 来 苏维埃特最强长老索克洛夫 他也在这儿 什么 是国风一人 就牵制住了第三元老和第四元老 领域上现如今最强的是红 雷神 这是第一梯队 经此一役 罗锋怕是要集身第二梯队 成为超过第三 第四第五元老的存在 他已经是世界第一的精神念士了 这次极限武馆转翻了 全是因为罗锋 这次木崖鸡的消息传开 极限武馆的其他巡查士也赶开了 极限武馆这次战力最强 碰到都多元点吧 尤其是那罗锋 连第三元老和第四元老都忌惮 好 总觉得这底下还有东西 只是我们将武道周围和地底都探索过了 再没有更大的发现 将一长老也因没有发现外星文明的踪迹 提前回寒下了 只有第三第四元老 自那之后 各方都因故里没有再爆发更大规模的冲突 而且这几天探测到的木崖金数量少了很多 连悟到的长老也变少了 目标锁定 启动万事 童谧 童谧 不 舒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